瞧瞧瞧窗戶玻璃瞬間破裂 一組員警穿過窗戶進入 另一組人則繼續破門 大門一被撞開 大逼員警衝進工廠三名嫌犯 立刻逃竄 其中兩名嫌犯在平地率先被抓 而另一個人則是多進天花板 嫌犯站在工廠的天花板上進退兩難 要跳下來又覺得害怕不斷哀哀叫 好不容易把人抓下來 警方立刻搜索工廠 發現了一大堆製毒的機具原料 以及包含新興毒品在內的喵喵 毒咖啡包等半成品 這間製毒工廠設在雲林的賣療 看到警方攻堅狡猾的嫌犯 還爬到天花板以為可以超過疫情 最終還是被發現逮捕歸案 叫廖民 楊瀚珊 陳雲林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